经济一年来不少名人 尤其是商界著名人物的肖像 常常被滥用来宣传买股投资 有的还涉及诈骗元素 最近华总会长丹斯里吴天权的肖像 就被滥用发在脸书上诱骗受害者上当 对此吴天权澄清 自己从来没有在任何平台谈论 股市也更加不会叫大家去购买股票 他提醒各方保持警惕 不要轻易受骗 我要警告有关方面即刻停止有关的做法 我也同时保留采取一切法律对付的行动的权利 我服役群众或是股友们千万不要上当 并希望可以结合大家的行动 一起向面书管理当机挤报告发 有关脸书贴文相信是透过假账号来发布 以吴天权全身照片和简介为界面 写着吴天权资源共享创商机的主题 副题则是2024年必买的三只股票 借此向群众推荐买股坠入骗局 吴天权说他并不知道发帖的账号到底是谁 而且他本身也不活跃于脸书 对于两年前过去两年来他只是应邀在南洋商报 撰写专栏一直以来并没有针对股市或者是股票课题 公开发文讨论更不会推荐大家去购买股票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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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